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週陪你聊聊新聞時事 社會議題或是一些輕鬆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這一集 我們要來聊聊的主題是川普的官司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在11月初舉行 兩大黨候選人也已經塵埃落定 民主黨由現任總統拜登爭取連任 共和黨則推出前任總統川普參選 過去執政時 川普以強硬又不按牌理出牌的作風 對全球的地緣政治局勢 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和衝擊 因此他確定再度參選的消息一出 立刻引發了各界的高度關注 不過川普現在不只忙著打選戰 還忙著打官司 報導指出川普這幾年 一共深陷了幾百莊的罪官司 包含了最近判決剛出爐的封口被案 那這起官司當中 川普被指控的34項罪行通通被判有罪 讓川普成為了美國史上第一個被定罪的前總統 甚至也可能會是第一個入獄的前總統 那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川普到底都被指控了哪些罪 真的會去坐牢嗎? 那他這樣還能繼續選總統甚至當總統嗎? 一般來說 美國總統在退位之後 幾乎都會選擇從事政治以外的活動 不過川普2020年拜選之後 日子過得跟其他的美國前總統很不同 因為他沒有坐滿兩屆總統任期的上限 還有一次的扣打 所以他一卸任就各種民視暗示說他會再次參選 而且在這幾年之間 他也繼續參加各種活動 公開對時下的議題發表意見 努力維持自己的政治聲量 例如2022年 川普就出席了全美步槍協會的活動 重申自己擁槍立場 今年也先後就禁止TikTok 還有墮胎權等等的爭議議題 公開站隊發表意見 同時他也持續積極經營社群 甚至還成立了自己的社群名台Truth Social 但是這幾年間 他一邊為了重回白宮鋪路 也一邊面對著身上近百起的官司 報導指出 川普近年一共面臨了91起民視加刑事訴訟 罪名從誹謗、詐騙、煽動暴亂 到濫用機密文件都有 不過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主要會集中來介紹 川普主要面臨的四起重大刑事訴訟案 首先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封口費案 2018年有媒體提報 川普曾經跟成人騙演員發生婚案情 而且為了隱藏這件事情 他還要求對方簽署保密協議 並且支付高達3萬美元的封口費 那這件事情乍看之下 只不過是私得的問題 而且封口費本身也不違法 那後來是怎麼樣變成刑事重罪案件的呢? 覆則這起案件的檢察官表示 關鍵是在於這筆封口費 是川普在2016年的選戰期間 動用競選經費支付的 目的還是為了避免醜聞影響選情 這已經違反了美國的選舉法 此外在過程中 川普為了掩人耳目還做了假仗 因此檢察官後來 就以34項偽造商業記錄的罪名起訴了川普 而5月底出爐的一審判決中 這34項的罪名也全部被陪審團一致裁定為有罪 使得川普成為了美國史上第一位被刑事定罪的前總統 不過其實這幾案件在川普面臨的四大刑案中 算是最輕量級的一起 比如機密文件案就跟美國聯邦法律中的間諜罪有關 2021年初川普卸任搬離白宮之後 美國國家檔案局發現 有很多屬於政府財產的文件都不見了 包含各種公文、簡報、甚至是國防機密文件 而且即便國家檔案局多次用傳票 催促川普歸還文件,但川普只還了一些 之後還直接不理傳票 所以後來美國司法單位 就正式以涉嫌違反間諜法對川普展開調查 FBI也在2022年8月 突襲搜查川普的私人會所海湖莊園 結果他們發現一項上的政府文件 被隨意擺放在莊園的各個角落 從儲藏室、廁所、浴室、臥室都有 甚至有些還散落在地上 而且這些文件中 更有一些被標註為最高機密 包含涉及到美國核武計畫等等的內容 雖然川普表示 這整起事件是拜登政府的槍子騙局 說他拿走的文件都是解密過的 因此沒有犯法問題 但司法單位並沒有找到川普所說的解密記錄 而且根據美國間諜法的規定 只要是國防敏感文件都是法條適用範圍 並不只限於機密文件 因此檢警單位還是在去年以蓄意持有國防機密 川某妨礙司法公正等等的罪名起訴了他 最後是跟他敗選有直接關係的 喬治亞州案和國會山莊案 在輸掉了2020年底的大選之後 川普對外宣稱選舉舞弊是被偷走的選舉 並且開始嘗試推翻大選結果 而他的其中一個嘗試 就是打電話給喬治亞州的時任州務卿 拉芬斯伯格爭取重新驗票 不過川普不只是要求重新驗票 還要求追加選票 甚至明白說他需要1萬1千張或是1萬2千張的選票 也就是剛好能夠讓他贏過拜登的票數 結果拉芬斯伯格不斷拒絕了川普 還把這段通話錄了下來交給媒體曝光 這段錄音不僅引發輿論嘩然 美國的監禁也馬上立案調查 並且在去年正式就妨礙選舉、選舉舞弊等等罪名 起訴川普還有另外的實民幕僚 除了打電話要求驗票之外,川普的另一個嘗試 則是大力呼籲支持者跟他一起推翻選舉結果拯救美國 這導致他的支持者多次上街抗議 甚至在2021年1月6號強行闖入美國國會大廈 造成5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那雖然這起騷亂川普本人並沒有直接參與 但由於騷亂發生的前幾個小時 川普曾經在演講中鼓勵支持者激烈戰鬥 並暗示他們向國會大廈前進 因此美國司法單位也在去年 正式的就煽動、叛亂等等罪行起訴了川普 目前這四大官司當中 唯一一個已經判決出爐的封口被案 預計在7月中宣判量刑結果 根據紐約州的法律 目前川普被判的34項偽造商業紀錄罪 是屬於一級重罪 最高可以處四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川普確實有可能坐牢 但是美國不少的法律學者認為 川普被判監禁的可能性很低 一來因為一級是最低級別的重罪 而且他又是出犯又是非暴力犯罪 就過去的紀錄來看 這種案例多半只會被罰款或判緩刑 坐牢的情況比較罕見 另外川普身為前總統 受到美國特勤局的全天候保護 所以他如果入獄 特工們也會要跟著一起入獄 那要在監獄裡面保護前總統 不只史無前例又非常複雜和困難 所以也有知情人士認為 法官會可能到這點避免判川普監禁 至於其他三起案件 雖然罪行更加嚴重入獄機率更高 但目前都因為種種法律程序問題 而停滯、推遲開庭 無法確定會不會在11月大選之前啟動審判 當然,川普對於這四起官司都主張自己無罪 更強調,這些罪名都是政治迫害 是為了阻止他回到白宮而編造出的 可是川普都被定罪了,還能選總統嗎? 答案是可以 因為美國憲法中 只有規定總統候選人必須要年滿35歲、美國出生 並且居住至少14年的公民 沒有規定罪犯不能參選 但有一個狀況例外 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規定 叛亂者不得就任美國公職 所以要是川普因為國會山莊案 被判煽動判亂罪的話 可能就會失去競選資格 不過,美國最高法院判定 必須經由國會同意才能行使這項法律 而在共和黨佔眾議院多數的情況下 這件事情幾乎不可能發生 就目前來說 被定罪最可能影響到的應該是他的投票權 因為川普登記了投票地佛羅里達州規定 重刑犯必須要服完刑之後才能恢復投票權 也就是說,假設川普入獄 而且沒有在選前服完刑就不能投票 不過他照樣可以參選 當選的話,還可以在這個獄中宣誓就職 那假設川普真的當選 反而是針對他的訴訟案會受到影響 首先,司法單位可能會依循慣例 擱置還沒有開庭的案件 而且就算訴訟案順利進行,甚至定罪了 當選總統的川普也會有更多方法來避免自己坐牢 比如他可以主張監禁會妨礙他行使總統的職務 而要求法院釋放 或者法院也可能考量他身份特殊,而讓他在總統的任內不用入奸 而是在白宮當中服刑 甚至在這個聯邦層級的案件中 川普還可以直接行使總統職權,特赦自己 只是這些通通都要川普真的當選總統 才有可能發生就是了 那麼,被定了罪的川普,現在選情又如何呢? 根據美國幾個主要的民調數據 近幾個月來,川普跟拜登的支持率一直不相上下 即便在這個川普被定罪之後也沒有明顯變化 截至6月初,各大民調中 雙方的支持率依然是勢均力敵 差距幾乎都落在1-2% 經濟學人的民調就顯示 3月中川普跟拜登的支持率分別44%和45% 6月初則變成45%和44% 真的來說變化不大都在誤差範圍內 甚至在上一次拜川對戰的2020年 川普的支持率也落在44% 反倒是拜登的2020年的支持率曾經高達52% 比現在高出了將近10% 有分析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川普的支持者當中 有很多人不信任審判結果 Morning Consult的民調就顯示 有高達77%的共和黨選民認為 川普被定罪是出於政治動機 另外,也有分析認為 這是因為比起8年前發生的封口被案 很多選民更在乎的是美國的內政現況 包含了通貨膨脹、美墨邊境移民的問題 跟中俄兩國的競爭 以及軍援烏克蘭、以色列等等的問題 而這4年來,拜登政府在這些政策上的決定跟表現 讓他流失了不少中間選民 甚至也動牢了一些民主黨的關鍵支持者 多家的調查就一致顯示 上次有大比例的人口投給拜登的非裔、拉丁裔、年輕族群 這次對於拜登的支持率都有所下滑 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有不少的分析認為 目前選戰的關鍵可能更在於 拜登能不能贏回中間跟偏民主黨選民的青睞 而至於川普的官司 未來會不會對選情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可能還是要看後續的發展才能夠判斷了 節目最後,也想來聊聊我們製作這集的想法 川普這一連串十無千例的官司 引發了國際超高度的關注 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當我們發現川普在美國的支持率 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的時候,覺得滿意外的 也很好奇說美國人到底是怎麼樣看待 總統候選人被判重罪的這件事 那就各種民調分析來說 人們對於這層其官司或是對川普這個人的看法 在判決的前後,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部分的民主黨支持者繼續相信他有罪 部分的共和黨支持者則繼續相信他無罪 也就是說,比起司法的結果 人們對於這件事情的判斷 似乎有部分是受到了既有黨派立場的影響 甚至可能會因為既有的黨派立場 而去改變自己對於其他事物的看法 比如有民調顯示,在4月時共和黨支持者當中 只有17%認為應該要允許重罪犯當總統 但是在川普被定罪之後,這個數字就上升到58% 但這樣的情況,其實也不是只有美國有出現 這幾年全球的民主政治 也常常看到這種兩極分化的問題 不同黨派之間的對立加劇 甚至黨派立場也左右了人們看待判斷事物的方式 導致公共議題的討論變得更加困難 那也是因為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的後續發展很值得關注 看看美國要怎麼樣在嚴重分化的社會 處理這樣一件同時,牽涉到法律、政治和輿論的事情 那話要說回來,我們覺得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點 是這些官司引發的後續效應 雖然目前這些官司好像沒有衝擊到死中支持者的信心 但我們覺得它還是有可能成為選戰的關鍵 因為美國大選不是票多的贏,而是看贏下幾個州 那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就算只有微小的變化 也可能造成很大的影響 比如在威斯康星還有賓州等等的搖擺州 可能只要幾千人倒戈或不去投票 就有機會徹底改變選戰的勝負 那之後我們應該也還會再做一集介紹今年的美國大選 所以接下來的狀況就讓我們繼續觀察下去吧! 好的,那我們今天關於川普官司的介紹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歡迎按下最終的訂閱 如果是對於這集的內容,對我們的Podcast節目 或是我個人,有任何的疑問和回饋 也都非常歡迎你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喔!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我們就下集再見囉!